今日,巴黎官方发布声明,明确禁止巴巴斯下接触他们的法国中场拉比奥,西甲和法甲的转会穿关并在即,两者联赛的维免冠军,都有意在最后时刻补强阵容。 巴斯达在失去保利尼奥后需要中场的补强,主帅巴尔维德也曾表示,希望再引进一名球员,而在巴黎一边。 不知是否为了回击巴萨,最近的半个月里他们也在频频寻求拉几地棋的转会,正所谓不是冤家不聚首。 这两支球队在去年奈马尔转会结下凉子后今年又纠缠到了一起,巴萨巴黎再度登上世界体育报,封面几乎整个夏天,巴萨都把目光对准了仅剩一年合同的拉比奥。 法国中场在明年就将获得自由身,因此巴萨希望能够低价引进它,但是巴黎似乎是与巴萨有仇一般,表示如果价格合适,拉比奥可以出售。 但文族不卖给巴萨,鉴于拉比奥已经拒绝了巴黎的续约合同,他的离队几乎是板上钉钉,目前能够承担价格的只有巴萨而已。 此前有媒体称,拉比奥其实曾是一个利物府球迷,红军也一度是他的第一选择,不过由于超转会窗早早关闭,他的钱在下家只剩下巴萨了,眼看着拉比奥难以留住。 巴黎也开始着眼于中场替代者,他们看上的对象,偏偏,就是巴萨中场,拉吉蒂奇,世界背上可罗地亚最高光,拉吉蒂奇也是表现出色,为了得到这名中场,阿黎甚至愿意开出1.25亿的违约金,但与急切离队的拉,比奥不同,拉吉蒂奇对于巴萨罗那是中心耿耿,同时才是约不久的他,也没有合同的问题。 这一次的博弈,巴萨可以说是占了上风,内玛尔与拉吉蒂奇关系不错,对于拉比奥来说,巴萨的吸引力,还包括新上任的足球总监阿比达尔,阿比达尔与拉比奥同为法国人,并且前者在法国足坛也颇具地位,加蒙巴萨无疑有利于拉比奥的进一步发展。 而拉吉蒂奇这边,巴黎除了能开出更高的工资外,并没有其他明显优于巴萨的地方。 甚至球队的老大内玛尔斗山线转会黄马的留言,西梅城内玛尔会在明年加入黄马十多年前,巴黎和巴萨其实关系不错,小罗就是从巴黎转会去巴萨的,而老将九历年迈后则是离开了巴萨,前往巴黎发挥预设。 双方的关系破裂正式在去年,巴黎对巴萨纠缠为拉蒂的行为非常愤怒,意大利人也确实一度接近离开。 随后维约一金墙阿内玛尔又买了巴萨一道,巴萨被迫损失了一名核心。 这二人堪称去年下窗的主角俱乐部之间因为球员转会,而结下两次的故事却有先例。 2008年六次与曼联因为贝尔巴托夫的转会闹得很不愉快。 转会完成后热刺主席列维就曾表示,不会再和曼联做生意。 这一誓言却实延续至今,潇洒各个转会颇为不易多特蒙德与贝尔人之间关系也是非常紧张。 自从2011年多特连续两年抢走贝尔的冠军后,男大王几乎每年都会用各种手段从多特而然。 2014年当贝尔人再度尝试对罗伊斯下手时,多特CEO瓦茨可忍无可忍,宣布将与贝尔主席鲁梅明隔绝交,高层之间关系不佳。 当然如果两支球队本来就是铁哥们,怎样的转会都很难撼动他们的关系。 去年AC米兰从尤文图斯挖走了后方核心伯努奇,本以为这会影响两家俱乐部的关系。 不料尤文球迷把矛头一致对准了球员本人。 今下伯努奇又非常潇洒的回到尤文,这回又引得了米兰球迷的怒火。 不得不佩服,伯努奇真是一位神奇的球员。 伯努奇简直是两队的和平使者。 正解了阿红本人。